反击非常漂亮这球 2加1 哎呦漂亮又是出带房 无前快速的反击 非常漂亮 那个王武恒是肯定往40分钟走 防守好 浙江队没有内线呢 对 他全靠那个汉斯路 他还有个张大宇嘛 赖俊豪 赖俊豪有身高 对实际上是个 呃丁锦辉那样的对 不能往后推 对 赖俊豪出分 看这边外线 王子路好球 王子路你看 他2个3号 不好转身啊 技术超嘛 抛头漂亮 这个是藤帅蓬 哎真是敢做动作 差一点 头拿回来 犯规了就是没吹 没吹 看这外线 机会很好 3分9把握性非常高啊 盛东队打的 有点故事失底的意思 其实他那个打法呢 并不是太复杂 就是打个挡拆 然后进不去了往外传 对 不放你了 对 防出来了 啊 所以就看陶汉林 大个防出来 确实啊 这个这个错位 脚步上有点跟不上 这个承帅蓬那球啊 承帅蓬 挡拆之后往篮下杀 哇 哇 这球难度高啊 赢着这个 那个陶汉林的防守 六开始啊 嗯 那边就得了一分 王子路 他真是祝了 内外 承帅房 内外接口 好球 现在场上啊 状态最好 就是承帅房 对 反击非常漂亮 那球 啊 2加1 哎呦漂亮 又是承帅房 吴前快速的反击 穿球给陶汉棚 吴前呢 现在应该说 尽量的是 他不怎么去做 跟人对抗啊 嗯 但是人堆里 坏了 这俩人同时上 场上四打四 哈哈哈哈 基地 好球 拖拉出来 哇 陶汉棚回得很漂亮 你看啊 他还 再回来看 是不是联防 房子不错啊 王一波 哎 这球给的漂亮 篮下呢 承帅房的一个空间 嗯 出来 承帅房 基地 再交篮下 好球 看看山东队这边 是不是要叫暂停啊 三点外围没篮 又失误 这打的什么球啊 漂亮 你看 好球 他们个人能力上 你看不出来 他们有多 对 这是无能 对 失误啊 这个山东队 什么情况 二打一 给的漂亮 反而是反击质量 是这边这么高 无前的 反正今天投篮不灵 就是脚上登不上 上队了 就觉得就默认说这场比赛我输了 但是他那也是赞外园呐 对啊 真是 8分的分差 考验这拨年轻的浙江队员 嗯 初代宝 突分 他又多拦了 中距离 又要进 你看看 张大宇在这个位置上 基本上今天就是得吃得喝 山东队 这样浙江筹路银行不仅是拿到了自己在2019年的第一场比赛胜利 而且是取得了近期的三连胜 啊 就是向着前十二进发